完成的第一題,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記得在第2列的地方按右鍵插入一列 然後分別在這4個範圍裡面插入這3個東西 再來的話合併列印 不是合併列印,合併儲存格 什麼叫合併儲存格呢 這個EAR跟這個Champion 等於是說它的格子位置原來是占一個 我希望把它兩個格子或三個格子合併成一個格子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把EAR這兩個儲存格選起來之後 按一下一個按鈕,特別注意關鍵在哪裡 假設我這兩個儲存格要把它合併成一個的話 記得選擇這個叫做跨欄至中 其實它是合併儲存格 先選舉就按跨欄至中 這個Champion也是一樣,把它選起來跨欄至中一下 這個也是一樣,這三個選起來跨欄至中 你會發現你把它選完選三個按下跨欄至中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你把這個原來一個儲存格 原來在一個儲存格的把它擴大到三個儲存格這個位置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我們就完成第二題了 第二題裡面就是要合併儲存格,我們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呢,設定什麼? 這個72洞的Leader 那Leader這個部分的話,裡面是空的 那這個空的,它的這個裡面的資料是什麼? Score減掉72,再乘以4 那也就是說呢,我們來看一下 Score減掉72乘以4,這邊這個 這裡面的東西呢,裡面是空的嘛 但是呢,我要怎麼樣? 給它一個裡面的值 這裡面的值從哪邊來呢? 它有一個提示,等於什麼? 特別注意哦,如果你要裡面產生裡面的值呢 就是按照題目這個公式嘛 Score減72,再乘上4 所以特別注意哦,這個Leader這邊呢 儲標先給等號 等號之後再點一下Score Score在這裡,點一下 Score減掉72 再乘上4 OK,好,打勾一下 那我們就算完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先等號 點,然後再去減 打勾一下,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4 表示應該是- 就是低於標準肝,應該是4肝 表示說它的這個肝數越少,當然越成績越好 那往下填滿,你可以看出 歷年來的冠軍 他們的那個總肝數 大概哪一個高,哪一個低 其實也會顯示出來 OK,我們這個部分基本上就做完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哦 把剛剛的動作呢 先完成到第四個部分哦 記得先選第二 按右鍵 插入一列 然後再自行輸入這三個東西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哦 請介紹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يا